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来到2020年最后一个星期的交易日 海通国际特约的股票通信星期一早上 和王埃里郭小姐和苏沛峰先生继续聊聊 Ruby是海通国际证券围球市场部的高级副总裁 而Daniel是招勻国际研究部的策略师 早晨两位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 看到恒生指数又是受制住26500 今早曾经到升过127点后 就辰转现在的升幅又是回到26400 升30几点 洪正的重货区就在26700点 在平安夜那天是有加仓的 但其他大部分都是在见到减仓 而另一个真真正正的重货区就是27300点 相对恒生指数的期货合约有1000张以上 而26700有940张 而牛证方面25900就比较显著少少 而看回资金流向方面 连接中五个家里的阿里巴巴 在星期四上个星期四半日市 都有8400多万 完全不觉得是半日市的金额 而腾讯方面的好仓也是排第二位 有2700多万 亦都是三四日以来 这两个股份是最多流入金额 而比亚迪方面都要讲讲 都要流入1200多万坐过夜 看回今天星期一 早上看到恒指 大家以为是看着ATM跌下来 要害怕 怎料又不需要害怕 Ruby 是的 虽然看到这两天 恒指都有几十点的升幅 不过其实看到好友 都开始退了 今天来说继续资金 反而都是加一些淡仓去做部署 另一方面 譬如上个交易日子的时候 选几个牛症去到25950点 但今天来说反而又再退下来 又再选择一些软价 少少收回价的牛症 反映其实都开始变得保守 好友的话 如果大家看好大事的表现 可以留意五五七六八 收回价25800点 杠杆有38倍 红症方面可以选择 和现在相距有四百多点 69296 收回价26900点 杠杆有49倍 请教Daniel先了 腾讯 阿里巴巴和美团 这三只恒生指数的重磅 新经济股都拖累跌成200点 但指数现在都能升 在连结因素影响之下 指数是否应该收得住26000 相信都能收得住 看到恒指11月底 跌一跌272厘 就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 经过这三天反弹 试上通道顶 但始终科网股拖住 未能突破 但如果试回到26000 相信都有支持 已经连升四个交易日 的小米方面 今早曾经破顶 做过33个七号半 现在反过来 另外就是 港交所方面 今天是五只蓝筹股 破顶的其中之一 小米和港交所 都是两只破顶的蓝筹股 Ruby 是的 其实见到小米的升势 比较强劲 一些 不过 其实见到 连续很多日 大家都在看小米的淡仓 即驳它高位 会有些少回套 我们其实都伸出了小米的 红症 61437 收回价35元 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博好仓 看到 其实现在 开始选择 召唤轮做部署 因为可能 都见到 比较活弱 可以看一只 18849 小米的召唤 行使价36.68 共共5.2倍 至于港交所 看见都比较强劲 亦都憧憬着 下年都会有五只 明星新股 即将会来香港上市 可以留意 15800 港交所的 召唤 行使价428.88 共干接近7倍 今年去到第四季 一个板块 特别是强劲 就是汽车股 例如比亚迪 也见过200元以上 而东风汽车方面 大家都留意到 很多市场上的 有些迎购症 街货都是比较高的 是的 这两只 今天介绍比亚迪的牛症 和东风的抗笼 都是一只 新上市的 一只鸣症 如果比亚迪 可以上移到 这只收回价 184元的牛症 大概20天算水平 共干接近12倍 614300 那东风的抗笼 我们的21112 其实都已经卖光了 可以留意 26777 东风的抗笼 行使价11.28 共干有三倍 那我问一下Daniel 对于汽车股 其实看回它的数据 都是很理想的 可不可以继续延伸到 明年继续有成果 应该都可以的 其实之前市场 可能有点担心 去到第四季 数据会有些货门 销售方面 但出来其实都不错 比较有些公司 例如东风 都说明年 销售目标都有增长 应该可以令到 汽车股仍是反复向上 尤其是上星期二 东风升上来那棍 到现在还在它的水平 要两位深入利益 Daniel 麻烦 Ruby 都没有持有 大家看到今天股价马上有大震荡 一开始就先是低开一成 最低的时候早段见过 72.05元大跌过一成六 目前成家股数突破了800万 比上日240万股 还要多2.3倍 沽压还挺重 最新的跌幅都维持超过一成开外 跌一成三 现在在做74.8 先说说社评说了些什么 令股价震荡 新华社近日的社评说到 盲盒的随机体验 简单说好像福袋那样 要打开才知道买了什么 令不少青少年感到新鲜刺激 所以就入坑 即是跟随了这个热潮 过去一年在电商平台上 大约有20万个消费者 在盲盒花费超过2万元人民币 但盲盒带来一个上瘾和赌博的心理 所以会导致一个畸形消费 还说到一入盲盒就深似海 从此的银包就是露人 认为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 去规范它的经营模式 以免长此以往就会畸形发展 我们今天嘉宾有盧志明 阿Ken和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新闻 以及这只股份前景 阿Ken 你好 你好 怎样看新华社的评论 因为始终现在不是监管当局出售监管 始终是社评 但华社也是官媒 还有措辞是不是都很强力 可不可以视之为监管的前兆呢 我觉得大家都要保持这个强迫性 甚至是针对着一些消费的模式 尤其是对自己本身的结果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的范围在这里 空月内风就未必无因 我相信会不会陆续 如果说很严重的规管 或者很强力的规管 暂时就未见到 但是很多时候 在国内基本上 展出了一些文章评论之后 就会陆续可能会有一些政策 可能在未来不短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用回国内自己的政策层面 或者是未来的文化层面来考虑的话 我相信对于999、92 短期来讲的股价 都仍然会有一个受惑的情况 好 短期影响投资者情绪、气氛 这些一定的了 我们就拆细一点 评论讲到消费者是盲目消费 即管说盲盒 其实对普普马特的增长有多重要 即以一个福袋形式去买东西 抽不中下次再抽 过去几年也挺依赖这个模式 的确靠盲盒销售 2017年到2019年期间 收入的增长 最初2019年收入增长 16.8亿 顺利4.5亿 其实2017年只是160万顺利 即以倍数计 2017年160万 到2019年有4.5亿 这个爆发式的增长 究竟可否持续下去 未来说要禁止 或者可能禁止这个盲盒模式 Kent 没回归基本面 是不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以后不能以倍数 几何级升上去呢 我想如果在盲盒裏面做个衣归 如果这个消费模式 大家如果真的有 在这个消费模式试过的话 我自己小时候都试过 类似这样的情况 都会使消费情况 其实都有个 整天都有啰啰乱的情况 都想抽到自己想要的一些 一些公仔也好 或者一些卡也好 这个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消费系统 如果你有多一些规范 或者有多一些影响 是放了进去 他自己的业务身上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 重新的评估 因为等于早前 好像其他的一些行业 好像谭桑说的限制着 一些叫上网的年龄的限制 或者说上网的时间 大家又会重新再评论 究竟情况会是怎样的 所以如果你说要有 噴井式的爆炸式的增加 我想谭桑是其中一个 第二样东西 看回91992自己本身 其实它里面的figure 或者自己本身那些 叫做人物 或者一些叫公仔 在这里 未来都要持续有个 叫做受欢迎的情况 才会有个更加大的爆炸力 我觉得 如果纯粹以大方向 或者潮流的话 我觉得 都可索性都是高的 但是就要看回 未来的政策层面 规范性 是不是真的 摆在这个行业上 甚至摆在盲盒身上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大家 可能会在这个阶段里面 做一个重新的评估 是 Kent想起来 小时候抽玩具 抽闪卡的经历 我们就当了 以这个福袋模式 放在哪一边 普普马达自己本身 买玩具 能不能做到 因为公司手上的IP 就是刚才你所说 可能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动漫 这些改编权 即是有版权 可以出玩具 当年普普马达2010年成立 是一间小型的 潮品杂货店 到2015年 调整了需要模式 专门聚在潮流玩具 同时她自己 出了一些明星的玩具 就是Molly和Pucky 这些是由她自己的IP 她的核心IP 到今年6月底子 有93个IP 看到创始人都承认 IP的生命周期 都很取决于 那个创作能力 可不可以一直发掘新人物 不过有些分析 都很乐观地预测 说她有很多设计师资源 和选择IP都有眼光 会成为一个潮玩界IP投资公司 可不可以摆脱话 实体销售 它不让你用这个 盲盒消费的经营模式 看不看好 来着买玩具前景 买玩具前景 我想建基于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她自己本身 来着一些IP究竟受不受欢迎 如果越受欢迎的话 当然卖的数量一定会比较大 第二件事 我想都要看回 究竟国内自己本身的经济情况 如果经济情况 是反复继续有一个 叫强劲的势头的话 对消费市场来说 尤其内需的话 我觉得 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不过始终都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第三件事 都一定要留意盲盒的演变 最主要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买一些公仔也好 或者买一些玩具也好 买完一件 你要再买第二件的时候 你都一定要有一个 叫做时间在 你也都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动力 盲盒始终是做了一个 短线的一个叫做 心理状况 是令到很多的消费者 都会很乐于 和很勇于去做一个 叫做消费的行动 这都会直接做到一个短线的刺激 它自己本身的玩具的需求面 我觉得这三点都是围绕着 对999-92来说 大家都要留意 好 拆了很多它的经营模式的前景 股价方面 上市不足一个月 五间中资行都被评级 看回IPO价38.5 目标价最高 看到九十多元都有 大家就发现 看它的数字 原来它卖玩具 是这么好找的 但是现在新华社一发文批评 这个盲盒消费 Ken觉得 这些目标价不是一段时间都无望到价 现在七十多元 究竟反映了多少 它的利好因素 其实我觉得上个星期突破了七十八元的位置 已经走了甚至九十五元 那里升了差不多两成 现在有坏消息出来 反而我觉得反过来 现在这个位置吸纳 我就未必会吸纳 反而反过来 我会看回它第一天上市的低位 如果是否能守得稳 如果能守得稳再说 如果不是的话 暂时在IPO价到现在这个水平 已经升得不少的幅度 我反而觉得大家要步步为盈 有货的话 如果真的跌穿第一天的低位 我觉得不妨加热吃一吃糊 大家有点戒心 IPO价升上来已经升了很多 谢谢Kent分析 欢迎收看回事焦点 接下来有最新消息 英国和欧盟终于谈成 脱欧后的贸易协议 避开了无罪脱欧风险 暴如争议 最后以五年半的过渡期来作结 之后英国的暴如的份额 就不受限制了 英镑对美元 平安夜曾经见过1.36流上 美国方面 总统特朗普终于签了这个疏困法案 政府也成功被国再度平摆的危机 不明朗因素消除 美汇回软落到90点以下 英国在脱欧过渡期 星期四结束前的一个礼拜 突然之间和欧盟达成了贸易协议 亚洲市早段 今早英镑对美元会价表现反复 升到上1.3575之后转跌 现时做1.3561的水位 有外汇策略师就说 英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之后 英国脱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也会开始浮烟 英国经济很大机会 将会受到一个负面影响 接近10个月的谈判 终于上星期平安夜 达成脱欧后的协议 文本有2,000页长 同意双方贸易 是接近甚至零关税或配额 预权问题上 英国容许欧盟 未来五年半的过渡期 在英国水域捕鱼量的份额 削减两成半 较英方之前要求 削减最多八成低了很多 在公平竞争方面 双方同意 環保、社福和努工条例上 英国是不会补贴 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就说 若果有一方违反协议 将会有强力的机制 作出这个惩罚 包括关税等等 首上有看信息形容 英国重新掌握 自己的法律和命运的控制权 并且反映了2016年 年工仍在脱欧公投的时候 议员 国会星期三 会表决协议 英国财相辛惠成就表示 无需忧虑脱欧 对英国带来经济打击 先听下他怎么说 我们今天请来实得金融的国启伦 和我们分析下回市情况 早晨 早晨 您好 您好 脱欧之后 不明朗银数消除了 暂时来说 不过英国变种病毒的阴霾 其实未消散 还越来越传得开 各个国家都说自己都染了一份 英镑升上1.36 之后就回落了 分析警告脱欧后 经济损害就快见真章 您怎么看呢 英镑是否暂时见了短期的顶 是的 看回英镑短期的顶 应该大概在1.37左右 应该未能够在1.37流上 就开始2021年 即是新的一年 原因就是 首先 疫情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者就是 虽然现在英国无序脱欧 最坏的情况就已经消退了 但问题就在于 英国一直都很引以为荣 伦敦作为金融中心 可以自由地在欧盟有个通行证 现在就没有了 虽然不代表英国的金融机构 不可以在欧盟的地方运作 但随时欧盟的国家 可以单方面加添一些限制 监管的问题 而阻碍着英国一些金融机构 金融企业在欧盟国家运行 这个正正是拖累着英镑 因应达成了协议 而应该有个上升走势 而未发生的状况 不过始终硬脱欧 无序脱欧的烂摊子 不会发生的时候 大家仍然对英镑有一个支持 不过短期间 就真的没有那么轻易 要突破1.37这个关口 明白的 短期或者明年 2021年开局 大家都不要看到 可以1.37这个水平 可能要等一等 今年最后一个星期 英镑暂时来看 今早按了按机 升了2% 欧元升了近9% 明年是否可以追落后 是的 应该也是 因为今年来说 英镑的走势 就远远落后于欧元 最主要就是这个 整年来说 英国硬脱欧的担心 仍然在 因为现在都只是这两天才得到 一个叫做圆满的结果 好了 英镑在2021年 其实都真的有机会 走一个大马 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以下1.37 起步来算 其实明年有机会上到1.47 原因就是 虽然刚才说过 伦敦作为金融中心 在欧盟的国家 发展会有一些阻碍 但是又不要忘记 英国现在可以和美国 或者非欧盟的国家 进行一些双边的谈判 自由的贸易协议 就不需要有欧盟的制造的时候 对英国一些出口的展望是好的 这个也帮助到英镑有一个上升走势 但是去到1.47这些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当英镑升得过急 或者大家对英镑的汇价会影响到英国的出口的时候 这个也正正会在高位 有些大幅的回吐整股 这个价位大家就要看着 Ferris 现在是否可以趁低级 其实是 因为你变成了英镑的低位 底位就好像挺硬正 大概在1.30这个位置 就应该有个多大的支持 所以就算现在我分两脱三脱资金入市的时候 你变成了那个支撑力 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有信心在哪个价位 就会被追货 或者甚至是追货 大家留意着 美国方面 总统特朗普终于签了 总值2万3千亿美元的 疫情纾困方案 还包括政府开支备款法案 不明朗因素暂时消除了 美汇就稍微回转 90点2以下落回去 因此90点171的水位 继续都是回回去的 正在佛罗里达州度度假的特朗普 就发表声明 说自己签了个法案 这个总额达到2万3千亿美元的法案 包括了9千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 和1万4千亿美元的支出法案 获国会参众两院是大比数通过 但特朗普早前每次都不肯签 其实已经令到通过抗疫纾困计划 所提供的失业援助 在上个星期六之后 停止了法放 影响到1千4百万人 联邦政府也面临着 星期二凌晨开始停摆 最终避过了 特朗普签署了法案之后 失业援助将会恢复法放 联邦机关也是避过关门的风险 另一方面 美国刚刚结束了年底的销售旺季 表现好过预期 受惠网上近日大幅增加 根据一间零售销售市场资讯公司的数字 美国整体零售销售在10月11日至12月24日期间 按年比较多了3% 增幅高过市场 预测的2.4% 表现也远好过2008年 美国经济上次衰退的时候 当年的年底销售当期 整体零售销售下跌了3.5% 分析说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销售数字可以说是非常健康 反映着美国的消费状况是非常强硬的 我们又跟Ferris谈谈 特朗普说希望美国人可以获得 派出一次性纾困的资金 要提高到2000美元 国会星期一说会投票 其实美匯还受不受这个消息影响呢 美匯指数仍然会受这个消息影响 因为特朗普提出的建议 之前甚至乎共和党的议员都觉得已经禁止了 不接受 但现在又好像值得考虑的时候 大家变了如果这个纾困的金额 真的大幅度上调的时候 大家对美国的民众消费意欲 未来可以刺激到美国经济的反弹步伐 又多些的时候 当然买入美元的信心就在了 美匯指数短期间当然会继续打底线 始终现在疫情在美国仍然好像未受到控制 不过去到89.5%这个数值 仍然会有一个支持 短期间因应会是 就算加大支票 银马的方案不通过 但起码救命钱仍然存在的时候 大家对美国的经济后市展望 都是有些信心 所以去到91的位置是有机会的 好 美会91 我们今早看到签完法案之后 金和钮都强势 今上了1900美元 钮方面 钮上了一点 上星期就要下跌 其实现在看起来 金钮是否值得吸納 还是反而其他 疫情过去之后 有很多回报利润 暂时来看 大概25元一盎司 白银值得吸納 其实明年来说 有机会上市35元一盎司 原因就是 当环球疫情很转 工业需求 对白银的需求有增加的时候 对白银价格有推动 而且不要忘记 白银在一些医疗设备 一些消毒的原料上 其实对白银都很大需求 这个在在 都是对白银提供一个支持作用 明白 白银可以看35美金一盎司 Ferris就叫大家看实 谢谢Ferris 今天这么长续的分析 《卫视焦点》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好 继续节目时间 恒指今天虽然曾经 都叫做好表现 可惜这一下又陷入拉锯 立刻看看最上市况 未跌3点 正在26383点 总结今天低开98点 最多升过127点 做过26514点 都是早段时候发生 目前来说 就升幅又再度收窄 主要大家都猜到 新经济股都要向下 连只小米明明都强 但这下都要跌下来的时候 ATMX都拖下指数不少 至于可以向上 一些旧经济股份相对好些 包括有邦 还有平保 还有金融股 包括内银 工行、建行 都有份支撑大市、港交 所以都有破顶 看到总成交率 到974一几 好 整体后市怎么看 请来姚浩言和大家分析 Hello Patrick 你好 Hello 你好 欢迎你 今天来说 在拉锯局面 整体大维消息方面 特朗普喜欢签 刺激经济方案 9千英美金 但A股 稍微向好些 恒指又怕反垄断调查 新经济股不行 短线又是否继续上市 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一些大型中资科技股 都是受到反垄断的消息所困扰 你见到股价 是偏远的情况 都比较明显 但是恒好来说 就个别一些的旧经济 就像这个邮邦 这些来说做好 就令到指数方面来说 就拉回住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暂时 这个星期 都是一个个别上落的情况 预计恒指来说 都是继续在26,668点之间 就没有太大方向 如果纯粹指数来计 好 始终又有些反垄断调查 继续发烤 结果今天 都是来到这一刻 就升回5点而已 好 看看A股那里 对我们有没有多少帮助 他们叫上指数 去3,400点流上 升到10点 新型成分指数 创业板指数 炒为靠稳 简单总结 上值在我们假期期间 都是向上的 就看到 昨天升近百分之1 今天再向上 高跌3412点 已经是大约一个星期的高位 人行方面剩下100亿 内地也是板块轮动 白酒股 有色金属股 金融股 家电股向上 下跌板块有些地产 电力股 个别医药 石油股等等 就算好A股那边 其实年底 都有一个相对好的表现 短线又违不违迟到 帮不帮到我们 Patrick 怎样看A股表现 A股方面来说 短期有机会会好一点 其实你看到 那段时间 A股有点落后 落后的原因来说 就是因为内地的经济 比较好 大家就觉得 内地放水的力度 会减慢 所以曾经的表现 比较弱一点 但你看到近期 在SYBOG的利率方面来说 是回了一点 所以这里来说 亦都是开始 令到资金 重新吸纳一些A股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下来说 我觉得A股 是有机会 慢慢重整 走势 是有机会 试回上面 当然 上升终合指数方面 在3450至3480 都是一个阻力区间 看看今次向上的时候 可不可以升穿这个水平 好啊 如果有突破 就做一步向好 可能寄望 在明年的时间 慢慢做不做到 好 还有今天 一些板块炒上 A股也是 汽车股也是集体上 上汽集团 600104排在第一只 更加一度升停 即升幅有一成 长城汽车 也是破顶位 升幅有4% 我们就说 因为内地的汽车市场 产销 连续8个月 都是按年络得升幅 连续7个月 增速还要保持在10%楼上 香港的汽车股 都个别有表现 例如长汽车 它又破顶 去到24.2 升幅接近7% 吉利也追上的 升幅有4% 比亚迪 都跟回3%上来 去到199.4 目前吉利的汽车 还要升幅第二大 南丑 PATRICK 现在来说 汽车股 似乎集中炒了几个 但又升了一段 长城汽车又屡次破顶 现在汽车的形势 又如何判断呢 我想最主要第四季 你看到汽车公布的销售数字 明显是好了 这个来说 就和内地的经济复苏 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最初复苏的时候 都是一些 就是餐饮 一些短期性的消费 是做得比较好些 到经济复苏久的时候 就去到买家电 买汽车 这些情况就走了出来 在这个阶段来说 我们究竟汽车股怎么报处呢 我觉得如果长线来说 都是新能源车 比较是一个主题的 新能源车方面来说 我觉得可以留意比亚迪 我自己都有持有 最主要来说 有几番业务 除了新能源车之外 电池的业务 对于它来说 其实都相当之重要 另外消息也说 会加快分拆半导体 如果分拆半导体来说 都可以将它的隐藏价值释放出来 自己长城和吉利来说 两间我就会倾向选吉利汽车多些 原因来说 它没有公司来说 似乎都是有机会 去发展新能源车方面 是技术比较好些 变成有机会有个传统车 转为发展新能源车 是多过刺激股价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吉利来说 都是可以留意的 是的 吉利今天破一年以上高位 但追问是比亚迪 因为现在有消息说 它将来会加快分拆 汽车半导体的业务上市 虽然这件事之前也有所传闻 但现在加快的步伐 现在仍然是200元以下 是否现价就可以追呢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 不过如果你说真的未买朋友来说 可以分两注 在200元以下先买一注 那为什么要分两注呢 就是因为其实它之前 都向中正监申请去增发 H股 其实大家就未知的时间 如果你一旦真的发行这些 新的H股的时候 可能那个股价那一下会有少许震荡 但是震荡完之后 我觉得股价会回稳 甚至会做好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等它 何时配股 所以长线方面来说 我觉得电池 甚至乎在分拆半导体的业务 都是好的 那中线来说 我自己看也有机会 去到203至204那些位 嗯 好啊 就是说中线 大家听清楚 始终短期都预计了 买比亚迪分住买比较好些 波幅动性比较大些 PATRIC除了说 汽车股 就选择这只比亚迪 以新能源股 我见你都说有心水 就选择这968信义光能 但是今天 其实整个新能源板块 都很个别走的 为什么特别看好这只968呢 如果大家看回这间公公司 它就发了那个营起 预期2020年度 全年的营利方面的增长 大概有7成多至9成多的增长 上半年来说 盈利大概应该是14亿多 如果你按照7成多至9成多的增长 的幅度去计算 全年盈利大概应该是40多亿的 即是下半年大概是20多至30多亿 如果你看20多至30多亿 相对于上半年的14亿来计算 明显下半年的盈利 是差不多这么说是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大家当然就会留意 就是说太阳能玻璃 亦都是产能加大了 曾经一度就想一下 会不会影响了它那个 那接下来的玻璃价格的走势呢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 产能其实你真的要建立的时候 都要差不多一年至年半的时间 所以变成短期来说 其实那个供不应求那样东西 仍然都会发生 所以形成明年 你说太阳能玻璃的价格 都仍在高位徘徊 对它那个盈利方面都有帮助 嗯 好啊 就始终确定点 是不是有基本因素的支持底下 不过呢 RSI的小小布置 就倒下来 但仍然超买的水平 去到74 还要呢 简单看起来 就是两地的资金流向 今天呢 杭子就变得拉脚底下 但是呢 就说股通方面 用益上海那边用了 用了16亿元 剩下404亿多人民币 互股通有静资金流出 就似乎趁市升 上海那边有些外资 沽货 就流出大约8亿 令到原额增加至528亿多人民币 深圳那边有什么情况 update一下 就叫港股通 金额相当积极 420亿元剩下379亿多人民币 深股通又是有静资金流出 用了3亿 令到原额增加至523亿多人民币 跟着看内地证券相关的法案 就说通过刑法修正案 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情子 例如欺责行为 修正刑期上限5年 增加到15年 个人处罚由非法募集资金1-5% 现在改为并处罚金 亦取消5%上限 单位罚钱的情况 就说有非法募集资金1-5% 增加至2成 甚至乎1倍 刑罚加大了 似乎监控方面就好些了 为什麽对券商股的影响 今天都是个别升 我想这个来说 其实加强市场管理 我相信长远都是比较好的 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说整体来计 其实都是跟着市场走 如果A股能够做好的时候 膠头自然都上升的话 对于A股券商的盈利方面 都会有帮助 其实我们刚才都提及过 其实我们短期来说 都会看好少少A股的原因 就是说内地那个shyboard 其实是在下跌少少的 如果当那个色下跌少少 都是有利的 这样 都可以留意着 今天有爆发力就是中洲政却 我们A股升停板A2这边 升幅接近9%上去1个5号9 好 这一部分差不多时间了 稍后回来Patrick会答大家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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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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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据我 姓姓 言拉举 跌10点 落到26,378点 最会约港股有什么情况 立刻更新更新 现在排头位 有腾讯跌4% 阿里巴巴跌幅接近7% 两只跌幅比较大的蓝丑 至于美团就回5% 小米也要下跌3% 单日转向 落到31个4 京东健康急射过曾经有一成左右 跌幅收窄到接近7% 做152.9 看看第六至十位有什么情况 盈富基金今天先回4% 吉利汽车有进漲4% 依然升第二大蓝丑 阿里健康依然要急射 整支病一食一 落到21.1 可以自家今天升4% 中和平安升至2% 到93.65 继续看看其他蓝筹股的表现 今天汇号跌2毛左右 有保险升3% 有份破位 至于中移动升1.05先 港交税也有破顶 现在仍在进漲1% 煤气也先升下 好 是时候找Patrick出来 谈一下板块 Patrick 你好 Hello 你好 看见内地整顿互联网金融 包括晚的集团 是否反而对内有利 加上中金也看好他们 估值收伏 估计是否还有动力 相对地来说 我相信未来互联网金融 在内地方面来说 就由一些 现在科技龙头的公司 所业务涉足的范围 可能会比原先预期 是会少一些的了 所以这个当然 就对于一些内银方面来说 是有一些帮助在那裡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内银股也是有个估值收伏的情况 不过来说 始终内银股的盈利增长动力 预计在2021年来说 都不会很快 所以换言之来说 本身它纯粹是靠个估值收伏 来推升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着 上升空间很大 我觉得来说 整体由现在这些位置计 我想升大约5-10% 这个来说 都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估值收伏 好啊 就是说 整批内银股都可以看看 今天升幅1-3% 特别的公行 升幅都超过3% 今天有帮都冲个位 何小姐都想问一下 搞一元买的 怎样部署好呢 我想如果加一元买来说 其实就可以继续拿着它先 今天都是破位 我想上边来说 比较大的阻力区 就应该100元至前 大概900-100元 如果你是中长线方面来说 我觉得 其实看几件事 近期来说 那个债息 整体美国10年期债息 其实都是偏向上升 债息上升来说 其实都是有利一些保险的股份 所以这方面对它们是有利的 另外如果股价要再突破一点的时候 就可能要看看何时通关 我相信如果真的通关来说 对于它都是有利的 但是整体因为有帮 其实之前在内地来说的业务 都是开箱发展得不错 也都是有些地方 有些定点的营业点 所以我只觉得中长线 它也是一个挺好的投资股份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先 好的 继续持有 看看目标上到哪 有些大刊都看到过百元流上 继续看其他金融股 今天有好形势 还有三八八 也是破了顶 看到高位也做过421.4 港交所今天升幅接近1% 但是整体 不知道Patrick又觉得港交所来到这一刻 是小心 还是还有动力上呢 就等着明年更多中概股回归 我觉得动力上其实都还有 因为其实会越来越多些中概股 回来香港上市的话 都会帮到它 事实上你见过成交金額来说 其实都是多的 还有如果你从资金配置去想 因为现在来说 你中资的科技股份是受压 如果你想一些换马的行动的话 你减一些中资的科技股 其实你要买的对象不是太多 所以变成三八八 都是其中成为一些资金流入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 短期的股价还是有机会上市的高位 我想比较明显的阻力 大概就是430元左右 好啊 即是可以 上网空间还在 还要多看一些新股的消息 1例2135 今天就上了 瑞麗伊美 浙江医疗美容服务公司 资料价4毫 超级应急300多倍 今天比资料价高出6%左右 短期的直播率有多高 你见过股份来说 其实都是挺高的 其实在暗盘来说 曾经都做得挺高的 我觉得当然 你可以当它一个新股的概念去看 如果纯粹是医疗的概念来说 其实它就不算很强的 我觉得做法可以这样看 譬如在自货的朋友来说 可以用着368作为止蚀位 吴村来说 就继续持续持续 希望它可以再高一点的水平 自己未买 投资者就算在这些位买 同样也是用回这个部署 会比较好些 似乎新股来说 都是炒一些资金的流向 跟基本业务来说 短期的关系性 就未必太大 是啊 即是炒公求 原本说真的 暗盘的时候 曾经兴奋的 最高 过别的平台去到一倍 收到五成半 但是今天来说 比资互价格高出5%左右 都是在做四毫两仙 要慢慢等下才行 还有继续关心家庭观众有什么要问 李小姐在这里 李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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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有没有帮到你 早晨 我是想问1898 是 中门能源 买了的 是啊 是啊 217我已经买了了 想问一下前景目标和止损位 怎定呢 麻烦你嘉宾 好啊 217买了 现在有些水位了 Patrick 什么位走好些 我想这段时间 煤价还是有机会上升的 它变成有机会受惠 再挑战高位 我觉得大概在2.6 2.7 可以先行减持一半先 获了利先 因为始终 煤炭股 就比较审慎 一些 因为它不算一个结症能源 很明显 变成这样的时候 长远来计 其实会被新能源替代 所以我觉得 以短线的部署策略 就比拿冲场先好 所以暂时拿着它 就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到2.6 2.7这些位置 至少吃了半先再看 是的 因为煤价升到差不多 又会有消息传闻 内地又怕提示 高煤价的因素 今天升幅接近3% 说真的 内地那边 焦炭期货主力合约 升超过5% 再创高位 看看其他煤炭股的情况 中煤今天跑出 烟煤和中国神话 升幅不足1% 把握时间多帮家庭观众 好吗?Patrick 有梁小姐 好 梁小姐你好 你好 梁小姐 你好 想问半新股 6993的蓝月亮 15.6 买了 是的 15.6 现在应该怎么处理 普遍或者是可以 長渣或者中长 都可以的 麻烦你 好啊 好啊 谢谢 好 好 其实来讲 这只股股 我想要小心点留意 就是 其实它的主营业务 就是 卖一些清潔剂 其实增长不算很快 还有这个 就担心 其实内地都有少少 通租压力的时候 原材有机会上升 所以未来的盈利是否保持得这么好呢 要观察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暂时不要想着 中长线去持有住 比较短 中短线去做 会比较好些 留意14元 作为止泄位 我觉得 如果穿了的时候 走了才会比较好些 嗯 好啊 都几次阴足这样下 之前 明明都高位 曾经上市 之前上市来的高位 但不行 就16.5 第一天做了 之后曾经做了16.1号4 可惜破不了之后 就三支阴足跌下来 小心点这些形态 好 跟手回答戴太太的电话 戴太太你好 好 欢迎你呀戴太太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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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麻烦你听听电话戴太太 戴太太 戴太太你在这里 是吗 是 欢迎你 我想问你 我来一宅 什么价位估好呢 是 我44个 44个二买入的 什么价位估好呢 短线 我44个 是 短线怎么做是吗 嗯 好 好 我想短线方面来说 大概在47-48元来说 就可以估了先 始终来说 在几间一些 叫做手机設備的公司里面来说 我就比较看得淡一点这间 原因来说 暂时在那个 升学业务方面 都有些压力 那光学业务呢 都仍是叫做 形态发展中 那相对来计 我就觉得信息比较好一点 所以暂时都是短线一点 大概48元附近 就可以估出的了 嗯 不过呢 说真的 瑞星科技 经常都在底部 或者在波幅区间那里 徘徊 是的 他的水位 也未必有这么多 加上呢 说真的 手机那里呢 其实 Patrick 怎样看前景呢 说真的 明年会不会一个比较大的增幅 还是 亦都是有些保守 虽然苹果这些 调升的产量而已 都要看下 小米又出新机 竞争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 就要看 譬如说在升学方面来说 竞争 你看他的对手方面来说 譬如在内地都有些对手 歌以升学 其实他都抢了他不少 那些市民企务律的 所以变成了 你看到他无理率 一直是比较弱一点的原因 就是他基本上 订单来说 要争取回 都要减价 或者那个无理率 没那么好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形之下来说 对他的盈利 复甦能力 都会有影响的 大家观看先 多谢Patrick的分析 总结一下 港股上午升至4点 做了26394 电总成价1048亿 多谢Patrick 稍后回来有早市电报 欢迎收看早市电报 看看港股 年跌四个星期后 今早早低开98点 做过26288点 已经是半日来说最低 之后一度升百多点 高位做过26500左右的水平 重上20天线 消息面方面 当然要关注着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正式签署了规模 有9千亿美元的纾困法案 看回大市来说 板块就是以金融股 支撑回大市 友邦和港交所 这些大只股份 都创造新高 反过来 科技股就要挨沽了 事关就是 亚蚁集团被要求 内地一些监管部门要整改 市场继续在担心 反垄断的事件还要发烤多久 虽然见到以个股来说 阿里巴巴增加回购规模 不过今早早 难免都要落到 埃近半年最低 至于腾讯、美团都要跟跌 落到两个月最低 半日来说 恒指方面都算是守得住 稍微升到4点左右 买到26,391点 至于拓着的事 刚才说到金融股 金融指数方面 进进超过600点 总成交超过1,048亿 看看期指表现如何 看期指方面 12月方面 轻轻升3点 做26,414点 1月方面轻轻升到7点 总成交超过10万9千多张 看看最会的港股 排头位 刚才说到科技股要有沽压 腾讯方面半日跌近半成 阿里巴巴跌幅更大 去到7% 小米今天就比较迂回 今早早破顶的 33.75元之后要倒跌 中午跌幅到2% 手在31.65元 美团方面跌幅到半成 京东健康回到8% 6至10位的情况是如何 马吉利汽车看到中午收市升了4% 盈富基金跌了2千 阿里健康 今天线上医疗都要跟跌 中午来说跌幅到1.1% 至于可以自家今天创了半生股 看到半日跌近半成 平补方面升幅到2% 南籌股是怎样 数数头一只汇丰控股 轻轻跌了1毫半 最后的煤气升了4千 立即找嘉宾来谈谈 有陈凤珠Elly在 Elly你好 你好 去到年尾 恒指来说 大半个月 比较上横行 直接了当问一问 如果是过了年 下个星期的开局 你怎样看 我想这几天应该是继续執幅上落 去到明年初 我估计应该都会有资金继续流入 因为其实现时整体的资金还是充裕的 只不过都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如果你说去到明年初的时候 一些基金部署 我相信都会重新进入一些科技 甚至金融股 所以有机会都会推升大市 所以下年年头来说 我自己看就应该都是几乐观的 短期来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大市在26,000点的关口 都挺大的支持力 近期当然是围着10天10天才上落 去到明年 我想一月有机会 可能逐步回升到27,000的关口 暂时就看着 26,000这些支持力度比较大 上面就看着27,000 大概的升幅有1,000点左右 现在就26,300 不过刚才说到 因为美国外围方面 当然今早早算是否好事 特朗普就签了输困法案 未来进展来看 现在就有少少胶盘 拜登上场 对于后市的憧憬 我们可不可以看看 水位多一点 暂时虽然你说 有机会拜登上场 但应该对于内地一些打压的情况 不会在短期之内有任何改变 今早签了输困法案 可能都要看回美国各方面一些的疫情 和经济的进展 我自己看都会相对比较弱的 所以整体来说 对于这一边的市场 可能刺激作用 就不是非常大的 反而真的看回内地一些企业 如果你说内地的疫情是受空 亦都看到整体内需或企业的盈利 都能够持续增长的时候 反而可能对于港股这边 那些企业的股价 可能就会有个比较大一点的支持 即是说外围方面 不能够寄予太厚的寄望 在那里 就要回关基本面 内地一些 譬如说随着疫情过后 工业利润方面 会不会再可以进一步推升 我们靠着内需 可不可以带起港股 看到行指方面半日都算是靠稳 我们不妨从中 看看有没有机遇可以捉 接下来就看看半日的当策办法 Elly 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和大家说 今天破顶股有两个大的 友邦保险和港交所 半日来说 升幅是介乎3%至1% 不过其他的中资金融股都很棒 公行 建行 都有份撑住市 即是大协市 收复大埔的失地 升幅来说 介乎3%至1% 但是就怕就怕在什么 怕摸顶 友邦和港交所升 你觉得选股方面 我们要留意哪些 是 如果你说担心摸顶 我自己觉得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资金是回流到一些 传统金融股 3008%当然比我预期早 就突破到400元这个水平 但是因为明年初 其实内地一些互联互通的产位 都会在扩大范围 加上更加多的中资金融股回归的时候 3008%应该没那么快去见顶 当中如果你说金融股首宣 其实都还是一些保险板块 因为始终银行业 我们看到近期都比较多一些的规管 可能都有一些新规出 那个困扰或者你看到 基本面的一个改市的情况 就相对比较弱些 反而保险股 其实未来就会见到 整体的基本面是复苏的 当中比较看得好的 可能都是优邦和平保的 尤其是去到明年初的时候 会有一些开门红的产品出现 到时应该都会有资金 追捧相关的内险股 或者是一些挂济保险股 优邦的确是 已经进入了内地市场 亦都是明年应该是大战拳脚的时间 所以对于它的看法 应该都还可以提高一线 以及内地的占比 可能都会更加大 看到近期 因为早前在90元那里 是一个阻力 突破了之后 现在其实你看到 都会慢慢呈现上升 今天升得就比较多些 我估计去到明年初 其实如果资金真的追捧保险股的时候 友邦都有机会去见红帝 至于平保 在中资的保险股里面都是首选 始终今年来说 见到他们的新业务价值 可能会比较弱些 但是已经开始 越来越憧憬明年 他们会有一个改善 所以平保加上都比较多业务多元化些 和一个龙头的地位 所以都估计有机会慢慢回升 近期都是90元的位置有支持 所以看下可不可以慢慢 又爬回100元的上位 刚才你说到友邦 我想多问一点 因为最近三支羊粥升过来 现在半日收到95楼下 刚才说到90元这些 阻力位已经升穿了 有没有机会说 靠近低一点 90边位我们才买 近期波幅都大 如果说看单日 所以都可以略围看一看 这几天有没有机会 就是都碰一碰 可能90元这些位置 其实就可以入市 当然其实这些个股 其实都是建议中长线持有 看明年复苏的状态 可能股价的表现是会更加理想的 友邦就见到中午 进涨3.5% 首在94.1的位置 看看其他板块 除了金融股之外 我们留意到 最好蓝筹头三位 还有一个药股 药名生物 今天2269都破了顶 半日来港都涨近半成多 去到95.65其他药股 看见版面上升的都比较多些 尤其是B字股很厉害 康宁结税制约 半日进进一成三 当然要更新一下消息链方面 因为今天开始 六间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份 正式入港股通 最后一批 包括什么呢 在版面上看到 啟鸣、瓦盛、康芳生物 康宁结税制约 落成健壞 以及配家医疗 另外至于之前有大热 康熙乐今次出乎预期 以外就要落选 Ellen 你看怎么办 现在已经正式立入港股通 帮不帮有获利盘 其实我们应该炒一些 传统或者大一点的医药股 比较好 是的 虽然今天说 开始有些B型股份 可以立入港股通 今天就真的 摔乖股份 就升得比较标赤 但是我估计 这些都是短期的炒作 因为如果你说 看中长线 未必就是继续看好 那些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 反而是你所说的 一些传统大一点的 看到近期的股价开始 比如说1093或者177 都开始 看到会不会是见底 可以一个合适的机会去闹 因为看那个伊保的目录 其实立入的时候 看到这次的降价 都是比预期是小的 所以未来会不会 可以冲劲 明年他们的盈利能力会更强 所以都可以看大一点的 终身制约 简单问 30秒时间 现在都有低位 投资策略 现在可不可以买 暂时见到 好像10天使 这几天都有支持 可以看着 抹住7.5 这些位置 或者7.4.5 如果你说跌不穿 这些位置可以试一下 留意这些关键位置 半月暂时就靠稳 守在7.49的位置 谢谢Elly和我们分析 消息一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规定 第一次